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十年前还是个百万富光 可是后来的几次这个创业都已经失败在风 每次都破产 他也就自己给自己封了名字 叫破产歌 这破产歌呢 捋一捋的这个破产呢 对经商失去了这个信心 决定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 这看家本领是什么呢 演唱 于是 准备来到南京街头啊 卖唱了 据说是他第一场演出 街头演唱会 感觉还挺成功 为什么呀 围观者很多 不过啊 围的人多 看的人多 听的人多 但是啊 出钱的人不是很多 不过不管怎么说 只要有围观者 那就差不多 前面摆的东西 王大爷说 那个不是商品 而是呢 纪念品 就说呢 每个听演唱的朋友 如果 赞助 出资 别说的那么好听 就是他是卖唱 他如果是买唱者 如果抛了钱 他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啊 前面的纪念品 自取 哦 就在这看起来这个 光宫卖唱歌呀 也就是破唱歌 挺有想法的 我仔细听 歌唱的不错 先别光听我在这 嗖嗙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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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дно 听听他唱歌吧 放开 帮子 带起来 给我一个家 我哭哭哭哭 我哭哭 我哭哭 我的灵魂哭哭 到什么时候也不论我 咱比方 我哭哭哭 就是娘 整个人就是王 整个人给了我身体 给我一个家 我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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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时候也不论我 咱比方 我哭哭不是一朵 你中了吗